然后挑起起针的辫子 剩余的半边 也就是这一侧长针的入针洞眼 从后往前穿入 预留一点线头 接着挑裤腰最后一圈短针的背面进行缝合 这里缝合的方法没有要求 缝得牢固就可以 为了美光缝的时候尽量不要缝到 织物正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成后将首尾线头打死结固定 多余的线头可剪掉 也可以藏到织物里面 这样松紧带就安装好了 同时 整个裤子的制作就讲解完了 到这里 整个套装的制作就全部讲解完了 如果大家在编制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 可以通过旺旺与我们的客服联系 苏苏姐家 一针一线 分享生活乐趣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集再见 感谢大家